你好 欢迎收看7月6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肖家慧 台东市有许多巷道因为年久失修 影响民众用路安全 为此台东市公所将原本2000万的基础建设经费 增列到3000万万元 进行老旧路面的翻修 截至7月6号为止 已经完成了约65条路面铺设 刘豪上午市长张国舟特别前往视察 云落将以驱断式的方式完成翻修 虽然只是短短800米的巷弄小道 但长达15年都未整修 路面早已隆起破碎 影响当地居民用路安全 纷纷透过市民代表向公所反应 6号上午市长张国舟也特别前往视察了 山西路及福建路段的工程 当地里长跟居民都有反应 然后市长 我们拜托市长来把它补好这样子 不管是我们大街小巷 我们都把它给做一个重新的一个翻修 今年度我们又参加了我们预计算 我们分着3T4到今天这个湖线路 我们25巷这边 这边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了 目前是执行400万左右的经费 强调路平灯亮水沟通三项基础建设 台东市公所今年特别将基础建设经费 从每年的2000万元增加到3500万元 目前已翻修65条老舟路面 纵长约10公里 后续也将采区段式陆续完成AC路面的铺设 就今年路段已经执行到1600万 因为我们的契约额度已经满了 所以我们会发包新的开口契约 台东市面积辽阔受限于经费 许多道路短折10年 藏着30年未进行翻修 市长张国舟表示 未来两年任期内会积极筹措裁员 编列经费 让居民有一条平坦顺畅的回家之路 继续小家会台东市报道